纵观暑期档影片 涉猎既没有消失的他和孤注一掷 那样能激发观众强烈好奇心的话题 也没有八角龙中的现实情节和朴素真诚 素材来源于网络既没有长安三万里那样的千年的国民情怀 还没有分神那样的硬核魔幻题材主题和大制作 素材来源于网络他靠的只是燃衣下的口号 却没有令人眼前一亮的能引发大众共鸣的落脚点 素材来源于网络但是作为一部小成本制作的电影 票房现状却足以令人满意 大鹏第一次没有在自己导演的影片里饰演角色 不过里面的两位主演号称五十亿的影帝黄博 再加上至今没有他房迹象的当红炸子鸡王一博 目前的票房数字已经赚大了素材来源于网络说到这里 诸位有没有发现 这部影片看起来是一部喜剧片 按照大鹏的导演风格也像极了喜剧片 但是仔细回想 他其实实实在在的是一部现实主义片子 素材来源于网络剧里的小人物 是这个世界里的每一个我们可能的存在 我们都没有什么背景 只是凭借自己心中的一腔热血 在这个世界里一腔孤勇地冲击着 情感与热爱将我们与影片紧紧相连 我们此刻的热烈与热爱是共通的 素材来源于网络王一博 作为演员已经出色地完成了他的表演工作 并且真诚地将作品交由观众评论 作品结果如何也由观众全权决定 素材来源于网络从最开始的小众题材不被看好 到现在的与分神和孤注一掷并驾齐驱 无论是大盆还是王一博 都很好地诠释了作为普通人的热爱和热烈 素材来源于网络这部影片 只有一个话题是被人认为占了便宜 那就是好多人都不知道街舞已经是奥运会项目 而他能通过热烈宣传出去也是件很不错的事 热烈上映至今观众心里有感称 毫无疑问的是热烈所有主创人员都无愧于这部作品 真诚地说一句 这个夏天很高兴能成为王一博的粉丝 也很高兴看到了热烈这么优秀的影片